醫療主席來看一名四十一歲的中小姐 以前發生恰恰 左邊輕蓋的旁邊骨頭是等四季 再邊等五季 如果沒人抽搐 強行會有四名的危險 最後醫療團隊是用米蔥旁邊骨的抽搐 把這九季骨頭中心把它放回去 而且空氣又很小喔 一個禮拜就順利出便宜 中小姐回來的便宜回禁 說到當時的總統又是真驚訝 出車好旁邊骨頭一遍 就在家後不斷 每穿一口蓋就痛到省不如死 整個都不好睡啊 然後就是身體就很不舒適 然後就需要去靠一些像枕頭啊 去幫我這樣子兩邊這樣子讓我側腦 然後就是不會那麼的痛這樣子 整體整體整體長來就是非常的很不舒服 醫師說 中小姐上到便宜的時候 左邊邊骨頭等四季 再邊等五季 如果沒人抽搐 強行會有四名危險 醫療團隊利用米蔥邊骨的抽搐 他會三地上廓中早贏上正準定位 中官本要破形更不大抽搐 用米蔥的抽搐 空水酒不夠10公分 他兩側的肋骨都有骨折 都胸臂受創 肺部也受傷 因此我們選擇了胸臂的微創的手術 來減小傷口 那讓病患的疏後疼痛程度能夠下降 更能夠做一個比較舒服的一個 呼吸跟活動 那整個恢復的病程恢復非常的迅速 因為中小姐的血汗速度很快 手術一個禮拜後就順利出院 也很快就等到原本的鮮瓦偏見 多張新聞 電影中環 蔡航博登